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龚骏逐渐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艺人 获得了众多导演的青睐 再次接大男主剧《舞阳尼峰》去 搭档多位90后气质女神热剧有盼头了 任何一位艺人不要绞尽脑汁的通过话题获得更多的人气 这样的想法不现实 即使站在很高的位置也是容易掉下来 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摔得非常疼 想要翻身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机会 只有拼尽全力拿出真本事才有一线生计 让自己变得更加出众 在众多演员当中呢 每个人的经历不相同 或许凭借一个角色一部作品 从而带来巨大的收获 龚骏带来的风格呢 逐渐受到众人的支持 获得了无数的荣誉 凭借一部作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案例非常的多 他们也经历过不被认可 默默无闻付出了许多 因为碰到好的机会 好的机遇 让他有所突破 一夜之间呢 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许多小伙伴呢 得知实力派演员龚骏 给观众带来一部大制作 《我要逆风曲》 参与的一些演员呢 认为有底气有实力 佩服导演的眼光相当厉害 参与进来的呢 有多位90后气质女神 相当的有看到 一部作品的组成呢 看似非常简单 其实啊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 有着巨大的工作量 要挑选题材呢 也要邀请合适的演员 有时候啊 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某位演员诠释的人物 好比给他量身定作 也就说明了 导演的眼光相当的厉害 这样的作品呢 具有更多的优势 作品开播之后呢 很快把观众吸引进来 陶醉在剧本当中 看好龚骏带来的任何作品 以他的能力 交出一份相当完美的答卷 毫无疑问 如何将一部剧情推向高潮 让观众越看越入迷 答案只有一个 演员之间的互动十分的重要 这个时候啊 邀请一些配合默契程度 相当爆的艺人 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在此部作品当中 看到了多位有影响力的演员 被夸赞为气质女神 其中一位呢 就是钟楚希 许多铁杆粉丝认为呢 是颜值和演技双再线的艺人 参与过的一系列作品呢 让人拍手称赞 绝对是一位能力优秀的演员 另外呢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演员 比如说是吴轩宜 看到她的时候呢 让人拥有快乐的感觉 相当阳光的女孩子 时刻都能够感受到 她保持着一种微小开朗的性格 拥有超强的魅力 在她身上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气质 诠释出来的人物呢 非常的显眼 总会勾住观众的眼球 这么多年来呢 她交出来的一系列成绩 让人满意 获得了许多导演的青睐 她的出现给作品 带来了许多的惊喜 在一次次出演过程当中呢 如何让自己占有绝对优势 比如说创新能力 这个节奏啊 绝对不能慢半拍 如果让观众感觉到 没有太多的惊喜 那么她在娱乐圈里 也会失去很多的优势 在还没有开播的情况之下 需要创作出更多的优势 比如说呢 让人感觉阵容豪华 是不是具有更多亮点 工具那来的我要你风趣 隐隐约约感受到阵容相当的不错 有多为90后气质女星参与进来 感觉热剧有盼头了 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不打开 你继续 这编室 你继续 你继续